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相关系数 它也功能化了 怎么做 也不用R 也不用Python来算 它直接写在Powbr里面 针对这里面 针对这里面 你不要点错位置 一定要点到这个范围 然后请选新增快速量值 首先计算 计算什么 在这下面 相互关联系数 它就是correlation 类别 请问我这边的类别是什么 区域别 是不是 不要选错了 不要选到上面这个 打开它 把区域别 搬过来 再接下来 我的量值 x放的是收入 y轴放的是支出 所以 1所得收入总计 放到x轴 3消费支出 放到量值y轴 然后确定 好 请问这么复杂的内容 你觉得我交几个小时 可以把它全部让你们听懂 但我想说算了 我们这里只有两天的时间 没办法讲那么多 好 所以就关掉了 可以吗 那我现在要呈现那个数字 那个结果 好 这边 我想要放在这边 所以通通都不要点 所以哪里你可以点呢 叫做没有点 那就只剩下这个边边 就是边边的外面这边 好 接下来我用的是这一个 卡片工具 卡片 卡片就只能放 刚刚 就是我新增量能算出来的 在哪里 我稍微拉宽一点 在 在这个 就这个 打扣 因为现在选到这个卡片 卡片里面就只能装数值 有看到吗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各区域别 各区域别 就各县市了 各县市 高收入 高收入在这里 这边是高收入 与高支出在这里 有正的相关性 正的相关 这个叫正相关 相关系数 0.98 好 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这边最高的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回家 我就希望说 看你们可不可以 自己去认领 飘 飘 五个 去画 一人画五个 你随便飘 例如说 你想要画 所得收入 与 与什么 平均每户人数 的 关系 相关系数 是多少 然后请写下这一句话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 现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请到国立杨林早通大学 我们需要研究人员 请你来去做相关系数 10 11 11 13 感谢观看